大家好我是林彩全暑假大了 各地都在举办应对活动 为了让小朋友有个充实的暑假 我说里有些电视影和音乐正在地下 陆维舞预测服务处合作举办 小小主播以活动小朋友联绩虽小 上了主班台表演就是相当好 透过了镜头带你一起来看看 主播台前工作人员帮小朋友整理仪容 这里是淡水红树林有线电视的摄影棚 为了让孩子有不一样的职业体验 红树林有线电视跟市议员正在立香 立委无预生服务处共同主办了 2015红树林小小主播营的活动 而今天来自邓公国小的十位小朋友 近棚录影体验当小小主播 表现相当不错 很好玩 就是没有体验过这个职业 所以很有趣的回忆 就很糗这样子 立委无医生服务处表示 适逢暑假希望既有这样的职业体验 能够让小朋友体会到新闻产制的过程 以及如何当主播 而目前活动维持每周一次 有兴趣报名的家长 也可以尽快跟议员正在立香服务处来报名 我们今天立法委员无医生办公室 特别跟红树林电视台 合作这个暑假的小小主播营 主要就是说透过小朋友来体验 我们跟地方电视台的一些互动了解电视台的作业 甚至增加他们对我们淡水地区所发生的大小事情 知道说透过影像 怎么透过我们电视来传送到每个家庭 让他们生活在淡水区的好朋友都可以知道说 在我们淡水区发生哪些事情 透过有线电视连结 让他们的生活资讯 然后甚至在这些情节可以连结得更好 这是我们的目的 红树林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企业走入社区 拉近跟民众之间的距离 而今天录制的节目 也将会在周六周日晚间六点半播出 之后更会放上小小主播营的粉丝专页上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记得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